好的欢迎回来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我五年前曾经出过一期视频 就是关于有一个盲人打结霸舞的当时玩的是肯 而且还打赢了对手 如今他又回来了 来自荷兰的Blind Warrior斯温 像这个选手每次到了EVO比赛的时候 只要是轮到他都一定会安排一个直播台 算是主办方的特别照顾 然后也因为这个选手 后来卡普空也知道 原来有盲人也打结霸的 所以在结霸6里面 他是加入了很多盲人的辅助系统 包括你在打的时候 他可以开启那个距离的辅助声音 因为他会一直发出一个滴滴滴滴 就根据不同的频率 然后根据不同的音量来告诉你 就双方的一个血量 还有这个距离的信息 其实结霸这个游戏 他可以从声音当中获取很多的信息 包括像资源 你攒到了一格气 左边EP的选手攒到气的时候 会在左耳机发出当的一声 换到右边也是一样的 然后主办方也很贴心 就这位盲人选手上场的时候 是直接把背景音乐关闭的 就你现在看到这个选手上场 你一定觉得 盲人打结霸能不能行的 那我就这么跟你说 真的有实力的选手 就比如说小孩 他之前不是吊打过那个拳簧的制作人吗 当时就是蒙眼的 也是通过声音来判断 这一下到底有没有打中 但是我觉得一个区别点在于 盲人选手应该是从来没有见过游戏里面的角色 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但是小孩呢 他之前是看过 他心里是有概念的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要做到的话 难度是完全不同的 这也是这个选手他所面临的问题 比如说解说这个视频 解说的解说的 我自己眼睛也闭上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 从他的这个角度 去看一下这场比赛到底是什么感觉 好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一场令人感到十分好奇的比赛 一个盲人选手到底能打到什么程度 他天天用的角色也是本田 一个可以把距离因素给相对缩小的角色 然后这场比赛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这个选手还有一个很牛逼的地方 虽然说这次游戏是提供了这个盲人辅助功能 去放一些这个提示音效果 但是他一个都没有要 因为背景音里压根没有 我没有听到 所以他在这边是没有开启盲人辅助的 就硬来是吧 有接霸5的功底 因为接霸5他当时排位都打到2万多分 就跟我差不多知道吧 就我怀疑我自己长的可能不是眼睛 底下放的是两个灯泡 好了回到对局了 现在斯温这边手上的血量是领先的 结空了 然后直跳 众拳 众拳直接捋虫取消 想要投则 按照一些固定的套路来 跳一下 逆向中了 完了 此刻这个露子心情应该是相对比较沉重的 对手即便是看不见 但好像还是很猛 其实切霸游戏的这个系列 他们的音效一直做的很贴心的 全部都是有这种3D空间音效的 你可以从里面获取到很多的信息 双方是在左在右 对吧 特别还往前走 选择一个前跳 然后被抓了一个落地 露子前跳的跳压 防得不错 后跳的重拳一听摸到了 直接滤冲取消过去出指令头 对手也吃了 然后我们头锤追击 再选择前前加一个跳路 固定的路数 然后重新再盘算一下 这里跳路成功了 然后最后一个百列 选择带上一个C 哇 结束了 飞潮之有气势 台下都在欢呼 游戏内 非常的安静 台下的声音 反而来的更小 很刺激 所有人都在鼓掌 如果你在现场的话 你也一定会为他鼓掌 这个男人实在太猛了 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仔细看 发现他跟本田还有点相似 生命上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对手在远距离拉开发波 后地的波 怎么办 本田这边是想用OD的头锤去穿一下 没有直接穿了 走一个正面的重头锤 被跳入了 跳入一套倒地以后过去头冲断 不讲武德 再一个神龙 你还想偷啊 直接蹦 抓到对手的发波 一套固定连段肯定不会输 对于一个看不见的选手来说这种机会是最重要的 混中以后的固定的连段 直接OD的头锤凹中了然后还是前前跳的一个套路 他不能用太多其他的东西 他必须要用一些固定的路数才能够精准的压到对手 这个是他自身所受到的限制 上来中圈魔咒 他选择后后拉开 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拉到最远距离 然后续买一个头锤过去 知道下一步的距离在哪里了 往后一拉以后前跳命中 绿冲取消指定头 再一屁股一坐坐中了 现在的话对于他来说会有一点麻烦 就是左右关系有点不清楚 但是他找到了 这里还是有点远 被抢空 后跳中圈魔咒 然后还是固定的 这边听到打中了以后 连段没打完 他这是刚好给了一个提示 他有三气了 现在他知道自己有三气 会怎么做 跳中圈 中圈以后直跳 这边还有变数 想要来一手打柴吗 他刚才那个应该不是打柴 他是考虑到对手有可能会出指 会去躲他的一个指令头 所以他用直跳的中圈 去预判对手的一个直跳 都是有想法的 这里往后拉 现在一个前跳 然后被对手截下来 投完以后下中圈摸中 自己还是在保持一个后跳 就堵你抓不了我 哇连招失误 这里还是对于他来说会有一些难 因为G86的确认的一个节奏上面 会比5来的更快一点 跳中圈两发 点中对手以后继续前跳 这里起车想奔直接被抓掉了 刷完以后对手直接奔过来 他没有搞清楚左右的关系 第一时间是拉着左 被对手打了 对手没有缺乏 饶了他一命 有没有翻盘点 我感觉会有点难 因为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 自己的血量也不清楚 黑灯瞎火的 只能靠感觉去预估一下自己的血量 挨了多少打 对吧 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很多信息获取不掉 毕竟这是一个打资源的游戏 但是不能不说他对于资源的控制还行 没有烧的特别快 上来一个香腹部摸中 跳一下逆向中拳 点完两发以后绕两下逆向 这什么情况 想要节空被对手截了 再拖锤没做 随意下被对手直跳反打 后跳的中拳又摸中了 现在这个噜子就是对这个后跳的中拳 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四流屁股坐摸一下脚 跳到逆向了 听到声音了 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左右 没有办法确定左右 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 后跳还是被打 再来 路子这里已经感觉到对手的一个板边防守战术了 他好像没有去专门针对这一下 选择拉开发波 后跳的擒控制对空 现在本田这里血量已经不多了 跳中拳又命中 最后一下 能不能摸到一个中拳 绿冲冲冲冲跑 一套完整的连段 拿下 台下再一次爆发出雷鸣的掌声 很多时候 如果你真的残止了 你感觉人是没有意义的 你上一次这种舞台 你赢下一局 你就能感受到赢得现场所有人尊重的那种感觉 来 现在到了赛点值了 斯温这边先一步到达赛点 中拳摸完没有后续的行动 先头锤 他这边也不敢轻易的去复合 能量一直控的很好 不想用的太快 用的太快的话 很尴尬这边是蹬到了 中拳连段再摆裂 不要失误 能量不够的话 这边选择绿冲 哇这个距离 控的刚刚好 冲到对手的脸上停下来 然后再压起身 怎么做到的 这个完全就是凭自己的身体记忆去做的 用什么样的方式 多少的时间点能卡到相应的位置 这边又被跳入了 只跳到防空 中拳打到尻 向瀑布 百列 然后这边 他清楚的记得自己已经有CA了 而且是荒学的 伤害会很高 对手这一波被打下去以后 这个斗吃应该会被打空吧 空了吗 刚好空了 现在就是头锤折磨时间 啊 斯文拿下比赛 这个茫然选手啊 每一次上舞台都可以赢 眼睛看不见照样可以赢比赛 你有什么理由说你不行 另外一点呢 就说明了本田真是个好角色 不用看了见 也可以打赢对手 要不回头我也去练本田算了 其实就这个选手的话 我记得当时还有过一个纪录片的 专门记录下就是 他是怎么去一步一步游玩这个街霸 然后是怎么上手 然后怎么去克服困难 当时的音响设备其实讲道理还是蛮高级的 一整套一整套的 台下已经准备好要开始采访 真实的励志故事 好了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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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